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洗洁洁面罩啊 它含有去角质成分 那么会破坏我们正常的一个皮脂膜 所以皮肤自身的保护功能 因为你洗脸吃素过多 去油力过强 吃这个保护功能的话受损 不仅是皮肤的话 大量丢失水分 造成表面干燥 也就是油性皮肤 它常见的内油外干的现象 而且还可能刺激皮肤分泌更多的油脂 从而是挫疮加重 所以大家的话要会洗脸 第三 那只能痘痘以后皮肤多油 是不是我就不补水了 不是的 一定要做好补水的工作 所以皮肤本身 它只能分泌油脂 而不能提供肌腐所需的水分 我们需外界 所为肌腐的话注入水分 所以要选择对自己的话 比较合适的一些补水的护肤品 那么节练以后的话 我们都知道第二道程序是什么 爽肤 要不用一些爽肤水 所以保持肌肤 表层的话 水油平衡 第四 有些同学的话 脸上长痘痘以后 有粉色油 喜欢用手去捏 切记用手去捏 第一 你是干净吗 对吧 有时候你这造成感染以后的话 说不定 就会留下来疤痕 那么像这种的话 一定要注意卫生 我们一般的话呢 不主张你随便的话 去手捏粉刺 一般的话 要到医疗美容机构 专业的医护人员来进行操作 他可以把这个 用这个搓双针 把里面的这个粉刺的话 压出来 第五 自己的话 不要随便用一些外用的药物 尤其不用皮质基数类的一些药物 第六 那么治疗期间的话呢 那么有些 我们说女性的话 非常爱美了 她出去的话 还喜欢涂厚厚的一些粉啊 油啊 还有一些防晒霜 那么这些的话 容易堵塞毛孔 毛孔堵塞以后的话 这个我们也就说 它油出不来 那么避塞到里边以后的话 这是造成痘痘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所以我们治疗期间的话 不要用油漬 还有粉漬的化妆品 像一些粉底霜啊 防晒霜啊 尤其是一些彩妆的 这一类粉之类的东西的话呢 一定要少用 第七 保持心情的舒畅 那心情舒畅以后的话 我们说五脏契机调畅 那精神舒畅以后的话 气血合调 那么人体的抵抗力的话增强 也不容易发生错疮 第八 有时候的话 年轻人喜欢上网 但是上网不能连续几个小时 那么从中医角度来讲 这也是一种热 那么热的话 它也会火上浇油 所以不要上网无度 感谢观看